大家好,我是布丁 今天为大家带来杨超导演 自编自导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爱情电影《长江图》 讲述了发生在长江上 两个时空交错的魔幻爱情故事 该片获得第66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 杰出艺术贡献英雄奖 影片一开场 介绍了长江边人们的习俗 父亲去世以后 儿子必须亲手在水里捞一条黑鱼 供奉在香炉里 等到黑鱼自然死亡的时候 父亲的灵魂才能够得到安息 雾矮迷茫的长江上 有一只小船在行进着 男主角高纯 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 成了货船广德号的新任船长 船上还有两个船员 经验丰富的老船员祥叔 和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吴胜 今年之夜 高纯在船上值班 意外发现 不远处停泊着一只小船 船头站着一名女子 每当有船靠到女子的船边 女子便娴熟地把男人拉进船舱 紧接着小船便暧昧地摇晃起来 年老的广德号在长江中蹒跚航行 高纯在机舱里发现一本泛黄的诗集 名叫《长江图》 船到江音 高纯又邂逅了那名女子 这次女子没有住在船上 而是在岸上一座违健的小屋里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高纯走进了小屋 两个人并肩坐在床边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好在女子主动打破了沉默 翻云覆雨之后 高纯得知女子名叫安禄 隔天高纯接下了不法商人 罗老板的货运生意 将十吨神秘的鱼苗 运送到长江上游的宜宾 货船来到南京 高纯在鹿尾丛里散步 再一次邂逅了安禄 此时的她一反常态 脸上写满了迷茫和忧伤 就在她跳江的一瞬间 高纯不顾一切地 扑进江水里 却一无所获 只有江中心一个模糊的身影 如同鱼儿一样游向远方 高纯回到船上 翻开诗集 发现每一首诗的右下角的标注 正好就是暗路出现的地方 而下一个地方 像是安徽敌港 高纯来到敌港弯寿塔 听到安禄与僧人辩驳的声音 却没有机会见到她 于是高纯又按照师级指示的下一个地点 在统领登岸 这时的安禄又寄宿在江边破旧的邻居里 高纯陪她一起做饭 一起散步 一起讨论修行 安禄说她的父亲为了修行 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 高纯说 她不想再继续漂泊 她想留下来 安禄并没有回答 高纯最终还是选择了随船起航 安禄站在岸边目送她离开 就在此时 一个愤怒的男人赶到码头 有些惊慌的安禄 努力试图追上男人的步伐 原来安禄是有夫之夫 岸上的安禄陷入危机 船上的高纯也有了麻烦 她将供奉的黑鱼带到了船上 这引起了武圣的强烈驸马 于是高纯将黑鱼从乡炉里取出 装进网冬 拴在了船头的水里 长江边的沙滩上 又出现了安禄的声音 她愤怒地向远处高纯的货船追去 决望的痛斥 高纯是一个负心汉 枉费她放弃了修行 苦苦相遂 高纯继续逆流而上 这一战她来到江西彭泽 在江边的寺庙里 安禄目送着广德号渐行渐远 转身返回寺庙继续修行 一旁的师太知道 她其实并没有放下陈远的击败 高纯和武胜 又因为船上的黑鱼产生了冲突 愤怒的武胜 索性将一路上的不满和委屈 全部说出 但在短暂的激情发泄之后 武胜还是得老老实实地 去干她该干的活 只是这一次 她不小心脚底打滑 落进了冰冷的江水里 再也没能上岸 接着 安禄再一次出现 这一次 她像妖妹一般 从江中涉水上岸 来到建筑在江西小洲上的 一座寺庙 就在安禄认真整理寺庙文本的时候 广德号再一次从窗外驶过 这次邂逅的地点 是在湖北鄂州 然后传到湖北宜昌 暮色茫茫 岸边山崖上 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 清晰地燃着一层篝火 高纯知道 那还是安禄在注视着她 接着 广德号来到三峡大坝 巨大的船闸 彰显着现代工业改造自然的神奇力量 随着闸门缓缓开启 广德号驶入了三峡库区 一片人工形成的高峡平湖 高纯按照诗集上的标注 来到云阳与安禄相会 但这一次 安禄却没有如约出现 高纯回到船上 发现紧全的伙伴祥叔 已经不辞而别 只留下一张字条 说是一条鱼 他已经自作主张将鱼放走 高纯再一次研究起 安禄出现的规律 他发现 对照曾经的地图 安禄没有出现在乌山 紫龟 云阳出现 而这些地方唯一的变化 只是他们的下游建起了三峡大巴 但高纯最终还是和安禄再一次见面了 此时 安禄变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在仔细地制作着踏本 高纯对安禄说 长江变了 你也变了 安禄看着他笑而不语 广德号继续在长江上游的险峻峡谷里穿行 山崖上又出现了安禄的身影 他穿梭在茂密的林木之间 而后 高纯站在驾驶室里 在广德号的正前方 看到了穿越时空的一幕 年轻的安禄站在船上 而年轻的高纯走到他身边 递给他一本诗集 正是那本长江图 高纯走出驾驶室 走到安禄面前 此时安禄的脸上冷若冰霜 高纯伸出手 安禄递上那本长江图 高纯将他撕碎抛向空中 于是安禄自此消失 再也没有出现 广德号来到此次航行的终点 四川已冰 因为弄丢了货物 罗老板派出了杀手 刺杀了高纯 高纯躺在甲板上 等待着死亡 这时 船下一条巨大的白旗屯悠闲有过 最后 高纯落寞的身影 孤独地跋涉在长江的源头 在经分飘扬的尼玛堆前 他终于找到了安禄母亲的坟墓 墓碑上刻着 母亲安舵之墓 安禄在你身边 墓旁安坐着一位老人 在高纯与这位疑似安禄父亲的老人对视之后 高纯回首看到了长江的身影 最终镜头定格在佛像边 暗路面疆而战的背影 长江图用一种难能可贵的节制态度 描述了一段交织的哀愁与释怀 沉重而含蓄 历史而超然的画卷 而长江 用它横骨不变地流动 挑秒无边际的浪潮 甚至是它变迁本身 悄无声息地贯穿于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当中